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2989集 张先生 你没事吧 分头男子到了张凡跟前 显得十分客气 张凡摆了摆手笑道 没事 辛苦了 陈主任 从这男子的胸卡来看呢 这男子应该是姓陈 职位是主任 所以张凡才会称呼他为陈主任 看到这一幕 分头男子母子立刻变慌了神 对方不仅有礼而且还有人呢 今天这词给碰的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发展 对于他们将十分的不利 弄不好 他们娘俩也得被拘了 想到这里分头男子不再犹豫 快步朝着张凡和陈主任这边跑了过来 陈主任 我撤案 我不报警了 你说不报警 就不报警了 一听陈主任这话 寸头男子的嘴角微微抽动 面色也是一变 陈主任又把目光 投向了偏寿的乘警 把这对母子也给靠起来 是 偏寿乘警立刻答应 随后又掏出两把手铐 在靠这对母子的过程里 这对母子几惊多闪 但最终还是没能多闪成功 这时候 陈主任望向张凡又说道 张先生 我得回去处理一下这个案子 咱们有机会再聊吧 好 陈主任 麻烦了 您太客气了 您跟刘书记见面的时候 记得向我替刘书记问号 嗯 没问题 张凡微笑点头 随后陈主任和乘警 也就没有多留 离开了车厢 张凡则望向那名 提供录像的 马尾辫女孩 刚才的事情 多谢了 美女 不客气 马尾辫女孩天天一笑 随后 有些气愤地说 这样以老卖老的人 就应该受到惩罚 不然 公平正义何在 看着女孩的态度 很可能以前 她受过这方面的伤害 高铁继续前行 很快便到了泰山站了 张凡和黄秦云 收拾好了东西便下车 二人走往出站口的时候 啪的一声 张凡肩头被人轻轻拍了一下 紧接着 便传来一个清亮的女声 你们也来泰山玩啊 张凡回头看了一眼 正是那个 刚才提供录像的 马尾辫女孩 好 是啊 我和我同学前年来过一次 玩得挺好的 今年再过来看看 的确挺好的 张凡随口说了一句 可他这简单的一句 却让那女孩打开了画匣子 从站内 一直和张凡说到了站外 直到张凡伸手 要打车了 你们去哪儿 我们在泰山旁边 订了一家酒店 哪家酒店 张凡回头望向了黄秦云 这酒店是黄秦云订的 哦 云山客栈 云山客栈 是泰山脚下一家 房古建筑的民俗 便宜的房间 百八十块 贵得四五百 黄秦云订的是 三百八十八的套房 真是巧了 我也订了那家客栈 咱们坐一辆出租车吧 还能省些钱 这 好吧 张凡答应了一声 黄秦云直接便上了副驾 随后 面带戏谑地朝张凡使了个眼色 似乎是在告诉张凡要抓住机会 张凡无奈地看了一眼黄秦云 和马尾辩女孩坐在了后面 上车以后 女孩的嘴巴依旧是没闲 张凡笑着硬着 毕竟两个人也不熟 张凡也不知该怎么接 马尾辩女孩要了张凡的微信 张凡也并没有拒绝 二十分钟的时间 车子便到了云山客栈 张凡和黄秦云直接去了套房 马尾辩女孩则去了一个普通的标签 进到房间之后 看着古色古香的装修 黄秦云满意地点头 哎呀 这不错呀 这三百八十八的房间 比酒店的三四千的也不差呀 二人说着 便一通鞋靠在沙发上 休息起来 方哥 咱什么时候去找那满龙区啊 下午太热 咱们呢在周边逛逛玩玩 明天一早咱们再去 你说呢 成 都听你的 两人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 便开始收拾东西 东西收拾好了以后 已是中午十二点 二人下楼 去了院子里 黄秦云一边说 一边朝餐厅里面看 方哥 咱是在客栈里面吃 还是上外面啊 不过我看着餐厅里面的饭菜 好像也不错呀 哪都行 随便 行 那咱就在这吃吧 二人走进了餐厅 点了灯箱上面的五个特色农家菜 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你们也来吃饭了 马尾便女孩也走了进来 朝张凡和黄秦云笑了笑 说着便直接坐在了他们两人旁边 那要不一块吃 黄秦云随口便邀请了一句 那女孩也痛快地答应了 成 正好车费还没给你们呢 一会儿吃完饭 一块散 饭菜很快便上桌 吃到一半 那女孩看了看两人 小声说 你们知道吗 昨天太山死人了 听到这话 张凡表情不有一致 还有这事 没听说过这个消息啊 人不是死在景区里的 是死在景区外面 目击者很少 我一个大学同学告诉我的 我这同学是本地人 在京城上完大学之后就回来了 现在在本地公安部门做法医 在景区外面 什么位置 具体什么位置 她没跟我说 马尾边女孩仔细地想了想 对了 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听她的同事们说什么 南侧盘山公路 这几个字来着 紫花一出 张凡和黄晴云眸光都是一亮 这不正是大湖二湖 所说的 盲龙区的 大概位置吗 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两个住上下铺 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俩有一年多没见了 今天晚上 我们俩见个面 吃顿饭 给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